观众们好,上回说到,我们两个在KPA的疯狂放水下,获得了一大堆我们到最后也没用上的情报,然后,对着我后来看剧本发现什么内幕都没有的房东试探了半天,最后绕了好一大圈,总算是来到了鬼屋。 大只一声开门,我觉得开了门应该在门口看一下再近。 那么你们借着门口投进来的光线,看到房间里全是灰尘,一条走廊通到前面,左面是门,右面是门。 我要顺着走廊往前走,走到头,我要去看前门。 那么你去了前门,发现前门被里三层外三层地盯了起来,从里面打不开,用廊头也无法打破。 这就相当于一堵墙了。 你们从后门跑到前门的时候,地板在嘎吱嘎吱地响。 我要趴在地板上听一下。 他过我不过。 你还是除了老鼠之外,什么也没听见。 这块就是没东西。 是不是我失败的话连老鼠也听不见。 是的。 一楼的门全是锁上的嘛。 你现在不知道他们锁没锁,只有厨房门是半开着的。 先把钥匙全都试一遍。 你发现钥匙的大小太小了,明显不是门的钥匙。 那就先拉拉门,看锁没锁。 你发现似乎哪一个门都没上锁。 全没上锁。 我们第一步去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跳过一楼直接上二楼。 还是先调查一楼吧。 那行。 我们先去厨房调查吧。 为什么是厨房? 厨房和另外两个房间是相通的。 方便跑。 那究竟厨房? 那好。 厨房很平常。 有冰箱、 火炉、 蚝香以及一个小炒糖柜。 大概是放食物的。 有的东西看上去还能吃。 我拽冰箱。 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请过体制成五。 你忍住了呕吐的欲望。 我再开一下柜子。 柜子里是一些罐装食物。 这个房间是什么? 饭厅。 厨房和饭厅之间有八台。 可以看到。 饭厅里面摆了一张木制的长餐桌。 地上有七把椅子。 有三个位置摆好了餐具, 但是并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 一个汤盘还有些坏了的肘。 我还是想上二楼。 你在前面探路吧。 你幸运那么高。 没事,这个楼梯很结实。 那么你们来到了二楼, 正对着你们的是一条走廊。 之前说不能进的是哪一间卧室来着? 三。 咱俩先去卧室一。 这个卧室里, 有一张双人床, 有书架, 看上去是非常普通的卧室。 床间里有超乎寻常多的十字架和圣母像之类的东西。 书架有什么? 一些便宜的装饰品, 以及一些基督教的书。 我要坐在床上抽根烟。 我觉得这个地方拖时间会触发事件。 那么你抽了一会儿烟, 什么也没发生。 去卧室二吧。 先大概看一眼。 那么这个卧室里有两张小床, 一些玩具, 一个梳妆台和牛仔的图片。 这估计就是孩子的屋。 小孩喜欢把东西藏在床底下。 我要对床底使用侦查。 你在床底下。 除了老鼠是什么也没见着。 好吧, 被子底下呢? 这个床只有床垫。 我觉得这个房不会有什么东西。 咱出去吧。 刚才一楼探到哪儿了, 咱们接着探吧。 一楼只看了一个厨房。 回去继续吧。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桌子上的周是搜了的。 我能不能看出来它放了多久? 你过一个生物学检定。 这个东西不应该是尝试吗? 给你一个发霉的东西, 你能知道, 这东西发霉了多长时间吗? 那这个汤干煤干啊? 煤干? 煤干那应该放的时间不长。 这个地方照不到阳光。 这个地方照不到阳光, 未必就是放的时间不长, 也有可能是这里比较潮。 就在你们到处转移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在隔壁客厅的墙上传来了明显的抓刀声。 撤出副本, 撤到后门外头。 好的, 你们全都吓了个半死, 逃到了后门外。 往里面瞅。 里面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而且声音也停了。 我觉得咱们可以搬梯子在外头瞅瞅二楼的卧室三。 你们在市中心, 你搬个梯子爬人家二楼会被警察抓的。 那三个仓库咱们一个都没去呢? 看看去吧, 先去三号仓库, 离客厅远。 但是它离地下市近啊。 这个房间是个仓库, 里面堆满了风衣, 胶血, 帽子和伞, 此外还堆放了一些梅。 然后你们投灵感。 你注意到侧门上了两把锁, 三个门栓, 这个侧门似乎是通到外面的。 那个梅是潮的还是干的? 干的, 放了很久的样子。 行了, 进二看看吧。 房间那打开之后, 你发现这里堆放着一些破损的家具, 破烂木头, 横七竖八地堆在地上, 想进去并不容易。 有可能本来就堆得不牢, 然后救它了。 进去不容易有可能是因为有好东西, 咱们进去看看。 你进去吧, 我在门口给你忘风。 正在你一边清理一边往里走的时候, 突然楼上传来一声巨响, 咚了一声。 你过一个意志。 你吓了一跳, 心里一颤, 但是并没有大问题。 我要撤出屋子, 那我也撤出屋子。 那么你们又来到了外面, 外面鸟语花香, 房子里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想去二楼楼梯口瞅一眼。 要不咱接着探地图。 你们还要进去呗。 你进去看, 我在外头放风。 我觉得还是应该休整。 休整? 休整也不知道该干啥啊? 咱俩应该在外头耗一会儿时间。 那就等等吧。 你们在外面干等了一个小时, 什么变化也没有。 我就知道会这样。 还是得进去。 咱们现在还有几间房没看。 还有客厅和三楼的那间卧室。 这两个好像都不怎么安全。 先去客厅吧。 方便跑。 好的。 你们进到了客厅。 这里有沙发、 收音机之类的很普通的摆设。 你俩给我灵感。 你们注意到? 这里有超过寻常数量的十字架。 圣母玛利亚画像 以及一些其他天主教宗教物品。 房间的一侧挂了一幅大画。 这幅画给人一种无法言语的不安。 那幅画描绘的是一只黑色的影像。 你感觉它是个生物。 但是你无法描述出它到底是什么。 画可以摘吗? 那是个很大的画。 画后面会不会有暗门之类的东西, 能把画掀起来吗? 后面什么也没有。 后面的灰是什么样的? 后面的灰明显比别的地方要少。 这个时候, 房间里的挂钟响了。 并不是整点, 但是挂钟响了。 我要去看一眼那个挂钟。 我也去瞅一眼去。 为了检查这个钟, 把钟打开了, 看到了里面的齿轮机械。 忽然, 从机械之间涌出了血。 机械一边运行, 一边流出了浓稠的血。 过三, 要吃剪直。 我要用锤子把大钟砸开。 看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那么你砸上去那一瞬间, 你感觉自己是砸在了一个心脏上。 鲜血和齿轮动剑而开。 见了你一脸, 减少一D4甲2.3指。 以此失去五点以上三指。 醒后灵感。 恭喜你做死成功。 那么你进入了临时疯狂。 那么听, 因为强烈的恐惧而摔坐在了原地, 两眼只勾勾地看着前面。 我把他扶回家。 今天就到这儿吧。 先歇一晚上。 明天再来。 好吧。 你们回家歇了一整个下午加上一晚上。 他也缓回来了。 那么, 你们还打算再去那个屋子吗? 还是去吧。 我就不信在一个新手模组里我能把三指掉没了。 我觉得你再这样下去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好的。 第二天的早上, 你们又来到了这栋房子。 咱们好像就剩一个最可疑的卧室三没进。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再进客厅看一下。 你们又回到了客厅。 你们发现昨天看见的雪没有了。 我要看看他砸碎的卧室。 你发现这个钟除了碎了就没有什么了。 那就去卧室三把。 反正迟早的进。 在二楼的楼梯口停一下。 先往里看一眼。 二楼还是你们上次来过时的样子。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没动。 我觉得别的房间已经没东西了。 就直接进卧室三把。 别太着急进。 免得被偷袭。 我要先对门使用观察。 门没什么特别的。 一开始是说这个卧室怎么的来着。 是说整个卧室不能进去。 而不是进不去。 咱别的房间都已经探过了。 地下室一看就是要最后去的。 那这个屋子肯定是要进去的了。 我推了一下卧室的门。 他就开了。 王黎瞅。 这间卧室里的那张床只有一个床架子。 上面露出了弹簧。 卧室里还有一张梳妆台。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的布局和另两间卧室也差不多。 你们现在在门口站着。 说是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也得进去啊。 进吧。 我之前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现在很害怕。 所以我想在门外望风。 算了, 我还是进去吧。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